在這裏你會見到一些博物館都見不到 在街上聽不到 別人不會跟你說 看書都未必看得到的 托里活道故事 其實非正式考古聽來好像很偏門 是否從來都是一門偏門來的 這是大家人最懸恥的認知 我都覺得有 因為大家可能亂想到貪婪、錢、財保、保物等等 其實在封建時代這個非正式考古的出現 其實是一個實際或當權者的統治需要 其實我們在歷史書上都有記載 早至漢代 即是2000年前左右 漢代漢武帝的統治時突然改年號 由原本的名字改成圓鼎年號 為甚麼呢 他就是說我們最近找到一個上周 即是譬如周潮或是商代那時的一個頂 是一個好的吉兆 所以我就要改年號 改完年號之餘 我們還要改一些制度 改一些升官 搞完一輪之後 國家就有一個新的氣象 至於這個頂 究竟是否真的無端端被他找到 這個當然我們可以想一想 可能這件事未必是真的 還有那時山高皇帝縣 他說他找到的東西 是不是真的找到的 你不知道 但是也有可能是真的找到 或者是他特意派人去找 有良心點就會這樣做 真的找到的時候 他就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話題 來開展一系列的動作 其實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 我叫做手法或者現象 你這個是歷史書有記載 我想推翻再近一點 去到譬如同戲這件事 我們知道去到宋代和明代 有很多仿古的同戲出現 宋代特別是很多 這些期間有很多很出名的博古圖 其實都是有實物的出現 去做研究做記載 標好尺寸 有托本 有描倍的圖 這個都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 為何有非正式效果的出現 其實有這些器物 主要都要賴回到之前說過的一個概念 就是天明 其實這些青銅器和禮器 一直以來都是祭事用的 就是通天的 問天何時修成 何時討伐別人 這些禮器代表著 是跟天的直接關係 一直由雙代到周代 周代雖然討伐了雙 雖然他不再犧牲人 不再去捉那些僵人 但是他延續了這個傳統 繼續用禮器來通天 這個就說幾千年前 但是其實去到宋朝 即是三千年之後 這一套系統都繼續沿用 宋朝被外族人 由北宋打到南宋 逃走 那怎樣呢 但是逃走的時候 沒有理由帶著這麼重的金屬走下去 即是原本他們可能搜羅到的雙周青銅器 就毀於一旦或者帶不走 沒錯 幸好是皇帝當時非常喜歡這些東西 就開了一個辦公室 叫他 喂 你班人幫我做塔本 糧膏 高 闊 重糧 有了這些資料帶著這本東西 即是有數據 逃走去南方 去到南方 他是逃走的 這個偏安局面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不是要怎樣去振奮人心 他第一件事要快點找些銅來鑄鑄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些鑄鑄 象徵著他是正式的統治者 他統治的依據 沒錯 很可惜地他去到新地方 他又找不到 即是找不到那麼多銅 打仗時代 又沒有這些工匠去幫他搞這些東西 結果他就退而求其次 就用了瓷器來做了一批所謂的房禮器 就是之後變成收藏界 很喜歡收的就是瓷的禮器 亦都造就了宋瓷的黃金時代 沒錯 這裡有一件神聞都挺有趣的 我在一些舊貨市場找到的 很有趣的質地和顏色 在一起 在重新大廠邊 找到的地方 我們有親會的 關於海利